在这次下江南的过程当中 宗碧的部队曾经跟岳飞的部队有一次接触 有一次作战 就是牛头山之战 岳飞的部队也参与了拦截这个宗碧的部队 双方有过一次战争 叫牛头山之战 应该说是岳飞的部队打赢了 但我们现在一听这个评书岳飞传 那好像整个这场战役 就是宗碧和岳飞俩人PK 实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 我们注意到宗碧在北边 在金朝的这个部队里边 他不是最高领袖 不是最高统帅 他就是一个将军 而岳飞在当时宋军的这个系列里边 他也不是最高统帅 岳飞虽然从年轻的时候就从军 一直在部队里混一级一级干上来 到这个时候 他的影响力还远远比不过韩世忠 所谓南宋中兴四大名将 岳飞在当时是排号头的 在这次战斗当中 只能说是两支部队里边的两位 小有名气的将军 进行了一次遭遇战 这个牛头山之战 战争规模还不是很大 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是宗毕和岳飞第一次接触 第一次在战场上接触 宗毕回到北方之后 金朝内部经过一番商议 采用了一个和宋朝对质的方案 接受了宗毕的建议 不再难罚了 宗毕他有亲身体会啊 他说打江南现在有诸多的弊端 咱这个事很难推进 所以在这之后 金朝停止了南下 然后在金朝和宋朝中间这块地儿 金朝人立了一个伪政权 立了一个小国 我们今天称伪齐 实际当时这个政权火号叫齐 皇帝是刘裕 这是伪齐的疆域 你能注意到北边是金朝 南边是宋朝 夹在金朝宋朝中间的这个是齐 就是一个过渡地带 立了一个傀儡政权 这个齐朝就是金朝人立的傀儡政权 然后宋和金 暂时的进入了休战状态 在这些女真贵族讨论 立谁做傀儡皇帝的时候 是有不同人选的 最后选择了这个刘裕 因为刘裕背后是宗憨的支持 女真贵族这个时候 内部就已经存在不同的派系了 而宗毕 在这个决策过程当中 他说的不算 他在朝中地位还是不行的 在接下来 宋金的斗争当中 宗毕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到1137年 金朝决定把这个齐取地 不要这傀儡皇帝了 刘裕后来也被抓东北来了 把原来齐土制区 就今天主要是山东河南这一带 变成金朝直辖了 然后在这设刑台上书省加以管理 当时刑台上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 军事长官就是宗毕 这是完颜宗毕在女真人的政权里 在金朝里边 他地位的一个提升 从这开始 他在金朝地位在逐步上升 从这是一个起点 相当大一片领地 变成宗毕去管理 这是他上升的一个起点 但好景不长 他内部派系斗争 宗毕还是不占上横 到了第二年 金朝有那么一戏 提出一个比较荒谬的主张 说把原来尾齐那个土地 还给南宋 理由呢 说咱把这块地不好守 山东河南这块无险磕首 都一马平川 咱们要在这守会发生很多人力物理 而且以后在这块打仗 我们也容易处于被动 处于劣势 我们不如后撤一下 把这块给宋朝 让他去守 他也很难守住 另外一方面 把这么大一片地给他 他不得感恩戴德吗 论调是这个 朝中激烈辩论 反对者提出的那个 那个理由啊 那就更浅白 说你还想让人 给点地你让人感恩戴德 你把赵构的爹 哥哥都抓来了 在这压着呢 在这种关系 你怎么给他多少地 他能感恩戴德啊 我们是死仇 结不了的 但双方这场辩论 实际上这个事情 对错 已经是第二位的了 变成朝中一个派系斗争 宗毕是不主张还的 但后来主张还帝这一派 站了上方 在派系斗争当中 站了上方 然后就出现一个离奇的现象 1138年 把河南山东这一派土地 都送给宋朝了 把宋朝高兴坏了 但金朝内部这个派系斗争啊 也是瞬息万变 过了两年 主张还帝这些大臣 在政治斗争当中失败 通通被杀 而且跳出来 杀这批大臣的 帮着皇帝杀这批大臣的 就是宗毕 就是完颜宗毕 然后说他们当年通敌 说这批人 为什么提出来 要把土地还给南宋 暗中受了宋朝的贿赂 通敌 以这个罪名都杀了 然后说既然 他们通敌卖国 那这片地我们得 还得要回来 杀这批大臣的是完颜宗毕 率部队 收服河南山东的 还是完颜宗毕 在这个内部斗争的过程当中 完颜宗毕 才真正的脱颖而出 成为 金朝举足轻重的一个大臣 在这一年 完颜宗毕做统帅 收服送给宋朝的 那个那片领地 史书记在那 相当快 一个多月全拿回来了 不是在战场上 打多少胜仗 是因为这个地区投降了 我觉得深层次的原因呢 就是土地的归属虽然变了 地方官没变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你这前后才经历那么三两年的时间 当时 金朝把这片土地还给宋朝的时候 宋朝一下子也拿不出那些官员来去接收 把当地地方官都换了 所以它是任用原有的地方官 就这一片土地不仅是土地给宋 连地方官都移交过去了 就整个这个 你把这个省划过去 连这省的各级官员 就都跟着宋朝走了 等到宋毕夺回来的时候 还是这批人当政 一看宋毕来了 好再投降 所以很快就都拿回来 不仅收回了河南山东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宋朝发生了冲突 然后宋毕乘胜率部队南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显得像是一个主战派 但实际宋毕心里很清楚他在做什么 他要通过武力逼迫南宋求和 达到利益最大化 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把南宋灭了 这叫以武力作合意 以攻占作合意 通过武力压迫 让南宋做出让步 然后在谈判桌上 咱获取最大的利益 这是宋毕的战略 果然 宋毕对部队节俭南下的时候 宋朝皇帝坐不住了 要求和谈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岳飞是所有宋朝抵抗部队里战绩最好的 打了几次大胜仗 然后宋毕感觉这是一个心腹大患 所以宋毕在举行和谈的时候 就派人透信给这个宋朝的宰相秦桧 要想和谈 你得先杀了岳飞 岳飞现在一直在跟我们积极作战呢 他没有合意啊 你要表现出你的诚意来 你先把岳飞干掉 然后咱才能谈谈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宋朝自己 下手把岳飞处死了 当年有人来质问秦桧 说杀岳飞 他什么罪过呀 他犯什么罪了 要杀他呀 秦桧那句名言 叫莫须有 莫须有翻译成现代汉语 就是不用有 说他他什么罪名啊 你给他定个什么罪杀他 秦桧说 不用有 不用定罪 不用有罪名 他就是要杀 在岳飞被杀之后 宋和金签订了合约 双方合议 签订了合约 因为这一年 金朝的黄号是黄统 所以称黄统协议 而这一年宋朝的黄号 年号是绍兴 所以也叫绍兴合议 黄统合议是绍兴合议 是一回事 按双方年号称呼不同 双方 这个协议的内容 主要是三点 第一点 双方划定边界 从此这个 这个修战 划定边界 以淮水东流 到大散关一线 作为双方边界 第二条 宋朝向金朝称臣 金朝册封 赵构为皇帝 这一条在当时 是了不得的一个大事 你等于宋朝 是金朝的附属国了 宋朝这个皇帝 赵构是金朝封的 所以在绍兴合议之后 金朝真正的是派了俩使臣到江南去举行的仪式 册封赵构为皇帝 变成赵构这个皇帝是金朝历的 这不是我的身份了 他得向金朝皇帝称臣纳贡 所以在这之后 金朝皇帝每到有使臣到宋朝来 有国书来的时候 赵构得起立 接召 他有这么一个外交礼仪的 不仅称臣还得纳贡呢 所以这 绍兴协议里头写得很清楚 宋朝每年向金国 缴纳贡银25万两 捐25万匹 每年给人送25万两银的 25万匹捐 这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 用金钱买和平 然后双方之间进入一个和平状态 整个这个皇统合议 金朝方面背后的操盘手 就是完颜宗币 一切都是在宗币的 这个操控之下一步一步进行的 从最开始以武力威胁南宋 到后来要求南宋杀了岳飞 再到后来要求南宋称臣纳贡 这一系列都是宗币设计 而且也是宗币去落实的 把这个变成现实 可以说整个这个过程 宗币的计划完全成功 因为这个金朝的皇帝 后来认为宗币立了大功 他从江南回来之后受封 而且皇帝特意给他一个特权 每年宋朝送这个贡淫捐 在这里拨出一部分赏给宗币 这是有象征意义的 说这个东西都是宗币得来的 所以得分给他一份 到这儿 宗币在金朝的地位 就已经是不可撼动的了 真正达到了出将入下 早年的完颜宗币 那是一个优秀的将军 千里追照顾 到这个时候宗币 已经变成了金朝内部的执政者 皇帝之下第一人可以说 朝政的执掌者 绝对得说了算的大臣 到这个时候 而岳飞呢 岳飞死了 没了 所以你要对比这两个人物 对中国历史谁发挥的影响力大 做人大 宗币远远超过岳飞 岳飞一直到被杀 他就是宋朝的一个将军 他始终没有进入最高层 决策层 用我们今天话说没有政治局常委 但宗币不是 宗币早年是金朝的将军 到晚年他成为金朝实际的执政者 宋金的合议是他在操控的 他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从这一点上 我们清楚的看到 完颜宗币这个金乌珠 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比岳飞要大得多 但遗憾的是 后世岳飞的知名度 可比完颜宗币大得多 金乌珠不仅知名度低 而且他那点可怜的知名度 是靠着岳飞才有的 而且就是作为岳飞的一个陪衬 一个反面人物出现的 这个跟历史是完全不稳达的 全部稳达的 全部稳达的 全部稳达的